关心了军中丑闻真的是一件一件的被踢爆 现在呢又有了陆军呢有女兵未婚怀孕 而且呢对象竟然是他的直属长官辅导长 调查发现说这个女兵常常到辅导长的寝室啊 严重违反了两军的呃国军的这个两性的这个淫归啊 那么虽然说后来呢有这个登记结婚 但是还是被记了过 军纪又出包陆军航特部竟然发生 女兵未婚怀孕 而且对象竟然还是他的直属上司 过去啊我们在当兵的时候好像说树荫挖厕所洗澡闭女人 现在都不行了 现在都洗澡暴女人 那真的是太太太方便了 南湾立委会这么生气 因为航特部无姓辅导长 去年将郭姓女兵调入政战室担任文书兵 但两人竟然爆发办公室练集 女方还多次进出辅导长寝室 调查发现女兵甚至未婚怀孕 尽管两人适合完成结婚手续 但发生这么夸张的事 辅导长被忌两小过处分 再不整对的话干脆撤掉好了 因为发生这么多的事情 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都说要改进要改进 到最后什么都没改一而再的再发生 我觉得真的是如果有这样的情形的话 表示里面军纪散缓 军纪一再出包 带头违反两性淫规的 还是应对辅导长 这样的国军不知民众做何感想 居然是黄米军的家里台北 采访报道